無線和阿士成功在右線手上拿到200小時的倫敦奧運播映拳 破天荒攜手炮製奧運節目,本來很有看頭 而且那群兩台精英的幕後陣容很龐大 潘忠明、徐家洛、李斯亞、鍾志光 總之兩台的運動專業評述都齊了 誰知道這個鑽石陣容被人插到連洞都沒得剩下 尤其無線代表潘忠明可以說是眾此之的,又沒人說了 出小舉聲當幫忙,還說他們不夠中立 周年名無揚爭,都在微博開名狂插潘忠明 就說主持潘忠明先生又不專業又不做功課,又喜歡搶白 可不可以不要虐待觀眾 而另一位被人掛上戰把就是李斯亞 網民評他說,你的聲音高百度真的很難聽 不懂就別裝懂 甚至連阿士的體育通、徐家洛都被人炮轟到你不要 經常霸著咪來講,尊重旁邊的主持好不好 其實奧運四年一次,觀眾要求高一點都無可口飛 希望一群無線阿士的主持們可以從線如流 因為我們看奧運的時候不明白的地方就全靠你們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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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